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西地村位于安徽省黄山市一县 是辉州古村落的典型代表 辉文化的主要发用地之一 这里山盘水罩景色遗争 村落农田错落有质 河流山岗满月洞 宛如宁静祥格的市场 西地的古建类显慧高而又丰富优雅 有记载仕途荣光的高大牌坊和八字门楼 有外表朴素内在考究的辉山故居 有因地制宜构造精巧的别墅院落 有气势恢弘的祠堂 还有格局灵动的水口园林 西地村遗产资源丰厚 传统文化灿烂独木 辉州三雕 辉州传统建筑营造记忆 辉州迎联匾 鱼香石笛制作记忆 辉州彩绘壁画 丽园手工芝麻记忆 古衣民谣等道 形形色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生长在这宁静秀兰的乡野中 活跃在白墙黑白的古宅里 西地是辉州儒商文化的福态标本 记载着明清以来丰富的辉州文化信息 当年辉州人既崇尚读书 又不歧视责商 既追求文化行业 又勿使进去 胡昌义 胡适良 胡文光 胡冠三 家族先贤的世纪 代代传送 祖先留下的上百幅迎联 悬挂在西地的座座古宅内 向今天的人们 讲述古老的智慧和通达的道路 遗产的保护工作 始终是西地村的工作中心 全村两本仪状 和建筑都建立了电子档案 为保护工作提供真实有效的数据参考 他们归纳出 引力保管修制控 保护管理七次绝 在全省受到了肯定和推广 遗产文化与旅游的深度结合 是西地村一直探寻的 差异化特色产业发展之路 将传统的休闲观光型旅游 转型升级为文化体验式旅游 拓展文化旅游产业的深度和过程度 借助文化遗产资源优胜 发展以乡村精品民宿的旅游服务业 一批充满辉州文化特色 而又风貌各异的精品民宿 青年旅社相继落入西地 他们给游客带来的 不仅是旅途中的舒适 还有充满地方运味的美好体验 街巷边 庭院里 属丁下 不同行当的守艺人 一如既往的劳作者 他们乐于向远道而来的客人 分享他们的作品和故事 为传承祖先遗产滋滋不倦 他们守护着辉州的传统记忆 是西地村投身于 非以保护发展的先行军 西地村逐利改善遗产核心区的 硬件配套和软件环境 整合区域文化旅游资源 实现遗产旅游业 与文创艺术产业的相互融合 将西地村培育成 世界遗产地中国区标杆 中华文化遗产典范 今天的西地 正处于一个 长先起后的历史集体 这帮宁静秀美的世界遗产地 正在焕发一场精彩的时空交换 远去的历史 悄然转身 展露效果 未来的图 日渐丰满 日渐清晰 一座更加多彩 更具活力的西地 正在向我们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